表姐救我救我 真不讓人省心啊 悠悠悠被壞蛋綁架啦 我悠悠悠又要去救他了 一看這跑道的原形 就知道是坑人跑酷 想必得吃不少的苦頭呢 打牌一隻廣東蟑螂 蟑螂而已不用鐵劍 擠下小圈圈就弄個把他揍別 我去啊 廣東蟑螂那麼大大 小會一條 不但有毒 而且血量高到一千二 這廣東蟑螂的戰鬥力有點強啊 只能夠用鐵劍解決了 幸亏這箱狼比較笨 只要拉開距離 迂回卸打 一刀又一刀 三十又三十 很快就會掉光血死俏俏了 也就四刀的事情 搞定 我需要怎麼還有啊 拉開距離繼續打擊 真是打不死的小牆啊 完了完了 不過我剛剛打他的時候 瞄到上面的箱子 估計有對付他的神器 怎麼是個小瓶子呀 蟑螂都有八個瓶子大 怎麼能裝住啊 這身後還有一些毒蘑菇 可撸不了呀 我去啊 怎麼還有蝎子啊 我可沒惹你們呀 別過來別過來 這下真的是奢數一窩咧 诶 毒男 哦 懂了懂了 兩個毒男配瓶子 可以喝成毒藥 再打一隻蝎子就夠了 好嘞好嘞 毒藥到手 直接扔下去 我就不信這蝎子也要讀不倒你們 這蟑螂真是死不了 還好掉了漫藤 拿上趕緊跑 我的媽呀 這第一關都這麼坑了 後面真是不敢想像耶 下一關 勇場仙人陣 這些仙人長看著挺呆萌 我預估能夠一口氣衝過去 衝啊 哎呀 不行啊 誒 我手上還有漫藤 我可以疊上去呀 走一邊 哎呀 這上去直接就暴斃了 看來是犯規 這位又沒有箱子 只能夠繼續衝了 我衝一次 仙人找就會少幾顆 因為他們會後相攻擊 OK OK 現在就只能夠一口氣衝了 這關也算是比較輕鬆的啦 踏過黑夜 什麼意思啊 拿到這裡面就會有鬼出來 那我得蓄力衝刺過去喔 哎呀 原來有地雷啊 這顏色更黑的估計就是地雷了 誒 這地雷還能夠打出來 這就好辦啦 打打打打打 直接打出一條雷路 我去啊 爆雷啦 這地雷碰地雷會爆雷 看來地雷也不能打了 整條路都無法通行 只能夠走懸崖壁了 幸好前面撿到的漫藤比較多 可以一邊翻漫藤 一邊緊緊抓住 小心翼翼的攀騰 誒 又驚無險又過一關 下一關 隱動物跑酷 這是隱蹲蹲 之前我玩過隱動物跑酷 對於我來說一點都不難 蹲蹲是比較聰明的 不需要一步一步領 在她看到食物範圍裡就行 她會自己躲避岩漿 躲避彈簧 這是第一次有點危險 蹲蹲肉多 加兩下也沒事 OKOK 一路順場 看到傻表妹了 就剩最後一關了 死蟲陷阱 肯仁跑酷最常見的 就是岩漿迷宮 忍著前行找好身位 慢慢躲步 嘩 燙燙燙呀 差點就手痛了 繼續小心翼翼的做呀做 過了岩漿 熟悉的第一次鎮也來了 第一次傷害也非常高 刮五下就沒了 一定要小心謹慎 噢 還是二十五滴血 還要過仙人掌迷宮 哎呀呀呀 等到仙人掌會滴血 再滴就沒了耶 輕輕的 慢慢的 哎呀 完了完了 咦 鎖住一滴血了 噢 現在可不能再有半點的磕碰了 樓內妹不凡 一步登三步走 隨後的堂堂鎮千萬別起飛 媽呀 真刺激 一滴血成功通關 表妹我來救你了 哎 這表妹怎麼不出身呢 糟了 上當了 嗯 呵呵 表姐家的零食真好吃 謝謝